由 Capcom 開發營運的魔物獵人 EXPLORER 繁體中文版已經正式上架囉 玩家要在廣大的世界中探索祕寶 以及狩獵各種充滿魄力的魔物 操作方面只要一隻手就可以做到移動 揮砍防禦 重現本傳的打擊手感 就連切換武器模式與招式也相當簡單 在任務中打出秘寶就能夠去換灰石來升級 HR 開放更多功能與任務 當然跟系列作一樣可以四個玩家一起狩獵刷寶 平常的時候也是可以帶 NPC 夥伴與艾露協助任務 無論是系列作的新手或是老手都能夠很快上手喔 迷霧編年史有著精緻的畫風 和充滿創意的獨特拼圖意志玩法 玩家要在地圖上放置拼圖軍陣來戰鬥 他們每一塊都是由不同的顏色 單位和形狀所組成 只要和同色英雄單位相連 就能夠發動攻擊傷害敵人 連接的數量越多威力就越強喔 而不同的英雄及單位也有不同的擅長位置 像是弓箭手在後排就能夠發揮更強的威力 而每名英雄也有連續技 獲釋集氣之後才能夠發動的主動技喔 東方武俠背景的2D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影之刃2 有著讓人著迷的幽靈畫風 以及爽快華麗的技能特效和打擊快感 除此之外也可以藉著豐富的技能及動作 來使出流暢的連段 浮空打擊等具技巧性的操作 同時玩家還可以依照敵人的屬性或是自己的喜好 切換不同的英雄戰鬥而他們也擁有各自的戰鬥風格及招式 另外玩家也要好好利用各種機關道具 這樣才能夠對付關卡中的眾多敵人跟頭目喔 結合了學員少女以及軍武戰車這兩種迥異元素 創造出獨特風格的動漫作品 少女與戰車 它的改編手機遊戲也要在台灣推出囉 遊戲中玩家可以收集各式戰車以及眾多少女組成隊伍 指派他們擔任車長、砲手、裝填手等不同職位 駕駛坦克征戰四方 戰鬥地圖採用六角棋盤的形式 玩家要依照坦克的類型以及攻擊範圍等特性 安排戰術擊垮敵人 雖然有著眾多美少女 不過玩法可是一點也不馬虎呢 科幻輕小說風格的LINE 爆彈少女 採用了熱門的彈珠玩法 玩家可以運用各個隊員不同的攻擊型態 像是反射、突破、貫穿 以及屬性相剋的特性來贏得戰鬥 而在彈射的過程中 只要再點一下螢幕 就可以發動主動技 造成更大範圍的傷害 當累積足夠的SP 能量之後 還能夠施展終極技能喔 除了眾多美少女之外 遊戲還融入了台灣元素 將台灣女子高校隊員 以及知名地標也加入到遊戲之中喔 以摩托車為主題的Failure Rider 玩家要駕駛著各種類型的摩托車 一路上閃避樹林、岩石等障礙物 並且跳過無底深淵 盡可能的向前邁進 遊戲中雖然只要控制左右移動 不過想要精準控制他們的前景 可是要拿捏得相當精準才行喔 要是不小心撞車的話 就調整速度欣賞一下帥氣的摔車模樣吧 除了各種不同風景的關卡 和多樣化的摩托車之外 也能夠使用像是機槍等道具 來破壞前方的障礙喔 簡單有趣2D像素風格的Wizard Swipe 玩家要用觸控滑動的方式發射火球 攻擊一波波來襲的敵人 保護自己的城堡 除了一般的火球之外 只要按住螢幕聚氣 還可以發射能夠造成反圍傷害的大火球 另外也可以施展其他像是寒冰、充氣、閃電等多種不同元素的法術攻擊喔 通過關卡時所獲得的金幣可以拿來強化能力 像是讓火球擁有穿透敵人的特性等等 累積實力就能夠挑戰更困難的關卡喔 有著滿滿療癒感的Love Engine 採用了獨特又結合愛情主題的玩法 玩家要分別移動兩個愛心 將主角和螢火蟲堆在一起 而愛心在移動的過程中 會留下可以支撐角色陣力的軌跡 往回走則會將它消除 玩家就要在這有限的移動距離中 利用這個特性讓它們相遇 不過要是不小心的話 可是會將它們推落谷底的喔 所以除了要多放觀察和嘗試之外 有的時候還要腦筋轉個彎 才能夠順利找出過關的方式喔 Pink Out 是一款有著迅力霓虹視覺特效的彈珠台遊戲 而且不同於一般彈珠台在固定的台子上賺取分數 Pink Out 則是要將彈珠一層層的往上打 路途中要盡可能的獲得分數 延長遊戲的時間 而每一層的檯面都會有不同的設計 想要順利往上推進 就要拿捏好擊球的力道跟角度囉 掉下去雖然不會馬上結束 但也會損失不少時間 除了各種球道之外 也有許多加分關卡以及特殊道具等著玩家來取得喔